家屬講多一點資料 剛才我們上到去見到入境處的官員 他初步都聽了家屬的訴求 我們的訴求很清晰 因為現在的情況越趨嚴重 嚴重的位置就是在郭兆傑和嚴敏華 根據昨天官方的信息和當地律師傳回來的信息 他們將會被檢控 一條罪名就是非法進入他人的結束物 如果是的話極有機會一直去到機留 甚至就算是所謂保釋外出 都要在當地日本入境處的監管之下留在這裏生活 所以去到2月才有機會去到上庭 這個期間怎麼辦呢 和家屬其實這個階段很希望過去可以支援 但是他們是不能夠就這樣 盲中中飛了過去 然後走去怎樣 去到當地的中國大使館 敲門 大使會出來應酬他們 是不是這樣呢 現在的狀況是很多變數 並且我們感覺上 無論香港官方以至日本方面的中國大使館 都是比較被動消極去處理整件事 令到現在這件事在膠著的狀態 那家屬很清晰 希望去到日本去了解情況 並且協助 探望他們的家人 我們剛才提出了這個訴求 希望入境處就好像過去一些重大的事件一樣 慣常地可以提供協助 包括可以派員協助他們 過去和中國使館是有辦法接口的 讓有關事情可以進展下去 而不是單單好像現在這樣 只是中國使館 傳遞了一個日本當地的律師名單給他 就說我搞定了 這個就完了工作了 這個不用他講了 大家都知道上網已經查到 日本當地有哪些律師的了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具體一點 提供協助 我們希望飛過去 亦希望香港入境處提供這個協助 陪他們一起去日本處理有關事情 那我交給家屬講講正話的情況和感受 先 我是很希望 我們希望香港政府和政府都會有更多的情況 我希望香港公司都會有更多的情況 我希望香港公司都會有更多的情況 這是一個更多的情況 我們希望香港公司都會有更多的情況 和中國政府可以用回處理曾志偉事件這個做法 盡快去處理我們香港人在外的一切的協助 希望他們盡快回到香港 這是我們大家的共同願望 多謝各位 我爸在日本絕食了 我絕食了已經是23日開始 他們那邊表示關注 都說他有跟進過這個事件 由早上開始去留意這件事 已經緊密去聯絡 而且我們都跟你說了 有關曾志偉事件都好像對上年媽媽一樣說的 他們都說會盡快去協助我們去日本那邊幫忙 例如說我們要去日本的話 他們會派員去日本幫忙 會盡力地說 想問一下現在的生理情況 知不知道是否一樣 27日那邊他去了醫院那邊檢查 不過現在最新的進展是未有消息 入了醫院但現在還未清楚 今天是入醫院 入了醫院 今早的事件 現在就是醫院留意 他已經絕食絕水了100小時 今早才安排他去醫院 他在那裏是沒有糧蔥 一個星期只有兩次糧蔥 他在22日開始絕食 23日開始絕食 到今天 那個是絕食絕水 所以我覺得入境處 你對曾志偉事件 處長事件這麼快 我覺得這兩個 亦都是為中國人做事的香港人 應該雜無旁貸去協助他們兩個家人 我想問一下 剛才見完入境處後 他們說如果你們去日本的話 你們去日本探討他們的話 他們願意派一個職員 陪你們一起去 不是 盡快 他會盡快安排 但不過是否實際情況未清楚 入境處是未承諾派員同行 但我們已經很強烈提出了這個要求 剛才家屬也說了 我們希望入境處的做法是一貫的 不要出現一種 好像政府其他部門的時候 有雙重標準 早一兩個星期 我親自問過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他們回覆當時是說 很重大的事件 我們才派完過去 牽涉人數很多 例如那時菲律賓人質事件 類似這樣回答了我們 我們看到昨天的事件不是 兩家的情況 我們是讚賞的 我剛才已經說了 是做得對的 應該是這樣做的 但郭兆傑嚴敏說的 個案一樣應該這樣做 為何拖了這麼久 剛才入境處在這裡 沒有多費唇事跟我們爭拗 只是說他認真地考慮我們的要求 盡快作出答覆 我們今天下午 明天 都會繼續追這個結果 我們希望這一兩天內 有個明確的結果 因為家屬想去 就算有其他人陪同也好 不是一個官方的身份 其實我們是很難的 我怎樣跟駐日的中國領事館去交接呢 他怎樣出來跟進 他怎樣確認他的身份等等 是很多技術問題的 那麼這個入境處是雜無旁貸的 這個也不是外交上的問題 就不要再說 如果跟日方交涉是外交問題 所以我們做不到 我們要求他 做回香港入境處的角色 就是協助這些人 這些家屬去到日本 是可以有個妥善 跟進他們家人的情況 尤其是郭兆傑絕食 到現在接近九十六小時了 他的身體狀況 是不理想的 也知道好像進入過一次院 這樣已經是跟入境處說 有其他港人可能是 身體上出現的情況 似乎性質很一致 是沒有什麼託詞的了 不要再拖了 另一個位置我覺得 中國外交部也真的要 具體一些 今內以來我們只是聽過 在上星期他講了一次是關注 在種種壓力之下 講了一次是關注的 接著就有人探過 就這樣算了 只給了一些律師名單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諷刺的事件 因為他們兩位 言敏華和郭兆傑 其實是本著人道精神 本著反戰 本著民族大義 去到說 反對日本的二次罪行 二戰的罪行 並且要求他深切反省 不要再去靖國神社參拜 有什麼政要不要再去參拜 這也是中國政府一貫立場 為什麼中國政府這次這麼軟弱呢 連說回自己的立場都不敢呢 我覺得是很諷刺 如果到最終他們兩個有什麼事 無論是判刑或身體有什麼損害的話 這個將會是中國政府在外交上的恥辱 並且是有辱國體 可否按照片說 他們現在說兩個檢控的情況是怎樣的 就是最新傳來的 暫時根據傳回來的消息 就是昨天就是26號 就收到口頭訊息 應該會對他們作出檢控的 本政府 告就是非法進入他人建築物 這個是那個情況 什麼時候開庭 暫時知道是二月 具體詳情我們這邊還在問日本方面 尤其是現在我們透過日本的義務翻譯 和義務律師去處理 所以現在有點沒有走龐旗的狀態的家屬 所以我們覺得官方的介入很重要 但很不幸到現在 無論香港政府以及中國政府的介入很少 我們希望他基於形勢的變化 基於已經會下控告 並且郭兆傑的身體情況 和義文華的狀況的變化 可以儘快地給出一些實質的協助 而不是口頭就說關注實際接近零協助 其實入境處剛剛他們說他們有什麼東西 他們說他們被抓人 以及你們說想過去那邊 如果他們一直趕著的話 你們會照他們自己派派過去 會不會再申請保釋這些事 入境處也是重申的 他過去一直都有跟外交部方面聯繫 剛才他說應該有大約十次左右 是聯繫過的 要求外交部提供協助 對他們 但是他轉述的外交部提供過的協助 就很諷刺地提供過的資訊協助 探視過一次之後又提供過當地日本律師的名冊 要求家屬去自行去聘請 我覺得這個是遠遠低過我們的期望 現在他們兩個狀況就 我們希望他們家屬盡快過得到 入境處是一個關鍵因素來的 我只說如果入境處不提供具體協助 跟某個官方的援怒的話 家屬去到真是求助無門 那怎樣呢 是不是自己摸門釘地走去中國大使館 跟著大使就會出來迎接他們 跟著就會突然間變成很想力的幫忙 我們看不到這樣的可能性 我希望他可以快些給我答案 當然到最終我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 但如果兩邊香港或中國方面的回應都很消極的話 我們會想一下 包括保安行動委員會的朋友 包括我們民主黨他們找我們提供協助的時候 我們想一下有沒有我們自己做到的功夫 盡一切能力去協助他們 多謝民主黨 我想代表保安行動委員會 講講我們最新的情況是怎樣的 多謝運議員 我們在26日下午6時半 收到日本檢控署告訴我們律師 他會提出檢控兩個人 包括郭先生和嚴小姐 告他們入侵結束物罪 我們知道這個控罪可能會糾纏很久 聽說最快會在2月才會開庭 在過程裡面 我們兩位的朋友 可以提出保釋外出 但因為他們的簽證已經註銷了 所以就算保釋外出 他們都不可以自由地逗留在日本 可能需要在入境處理管制 不過我們正如剛才運議員也說到 我們跟日本的聯絡實際上不是很具體 我們只能透過律師和翻譯 講一些資料給我們聽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問他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 如果我們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 我們其實家屬已經準備了 或者我們保釋也會派人一起過去 實際去跟進這個情況 我們都希望得到當地的朋友 在日本我們的一些朋友 協助他們 包括在法律上面 和在我們住宿的安排 或者等等其他方面 能夠協助到他們 這就是我們現在暫時準備做的工作 現在最重要的是 入境處看看是否真的有人安排到 能夠幫助我們兩位的家屬過去 不過我想補充一下 公道起見 原來入境處已經在上星期五 幫助他們三位家屬 即時做好他們的護照 就是說他們隨時都可以過去日本 我們要多謝入境處 能夠這麼快去做好這件事情 剛才提到有關中國領事館方面的情形 原來日本警署跟我們說 他們已經聯絡過中國領事館超過七次 並且對郭先生的絕食的情況 已經是有所諮問 也是派人去跟進去關心他們的事情 不過我們說 你跟進去關心 有沒有效果呢 是否令到日本警示廳方面 真真正正能夠按照我們要求去做呢 譬如郭先生的身體有沒有被照顧好呢 這個我們還未知 因為入境處或中國領事館也很難說到 不過我們知道的消息就是 26日郭先生是入了醫院 現在他的最新情況是怎樣呢 剛才我們說過少許 但我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們最想和最快取的時間 可以過到日本和他們直接接觸 或者到時可以有一個比較確實的情況 可以告訴大家 需要不需要英文嗎 不要緊 如果需要我們就用英文簡單譜審一下 說幾句用英文 大家分享過甚麼 否則他們放棄 ministry 要謝謝 他們直接口說會好一點 我教他吧 好吧 我教他 行嗎 我很常常說 但我代表你說 好嗎 I represent the family to tell of what the Immigrant Department has said We had asked the Immigrant Department to send an officer to accompany our family members Ms. Clark and Mr. Yim to go to Tokyo We go to Tokyo.The reason is they are not familiar with all the settings in Tokyo or in Japan there Or if they go to the Chinese council by themselves, it will be rather strange So we need help from the Immigrant Department in Hong Kong to accompany them to Tokyo To arrange other things They thought that going to Tokyo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hand knowledge about the health of Mr. Clark in the detention Because he has been on hunger strike for 4 days already Therefore we hope that the Immigrant Department shall give us an immediate reply Whether they will help us to go to Japan to settle these cases On the prosecution front, what more do you know about the two right now? Well, the thing is they have been detained for 15 days already from the 12th of December On 17th our lawyer had petitioned to the court there for a low case But it was refused and the prosecution informed the lawyers on the 26th at 6pm That the two persons will be prosecuted on charged on intruding into buildings The case will be heard in February The case will be heard in February We may be able to build But of course we have no knowledge yet So all the thing is we have to go there And load the things in person Thank you Thank you C